在2017台北电影节横扫五项大奖的电影《大佛普拉斯》 即将在全台上映 而全片有三分之一的场景都是在台中取景拍摄 宣传记者会上台中市长林佳龙是特别出席 也预祝电影收视长红 而剧组更分享了许多在台中拍片的心得 送上卡勒佛和万德佛两个挂州 要感谢台中市政府给予的拍片协助 在2017台北电影奖横扫五项大奖的电影《大佛普拉斯》 即将在全台上映 由于片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场景在台中拍摄 剧组特别来到台中进行宣传 我们台中市政府新闻局也很高兴 有在这个成名之前就有做这个拍片的补助 而且拍片的过程给予一些行政的协助 所以当看到这一部大家已经影评人都非常肯定 推荐的好电影 那里面有台中的景色 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城市行销 由台中市政府补助和协拍的《大佛普拉斯》 全片以黑白和台语呈现 以身为底层努力生活的小人物作为主角 描绘不同背景的小人物 刻画出最荒谬的岗位人生 以及社会百态酸甜苦辣 当初就是会在台中作为场景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第一个天气稳定嘛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场景其实很丰富 台中的补助呢 是全台湾唯一补助我们的一个 补助金的现世 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还是台中的环境很好 很美所以我们去年来选举的时候呢 那新闻局还有影视发展基金会呢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也帮助我们 市长林佳龙表示台中市补助影视产业 打造整个城市都是摄影棚 提供舒适的拍片环境 鼓励剧组来台中拍片 也呼吁大家买票进电影院 给予优质国片肯定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 给予优账